早晨,欢迎大家回来我Learn with Tommy的教室 今天我和大家讲一下珍珠鸡 大家听过这个名词吗? 我只要译的,因为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 但你上去Google看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看到他教你做珍珠鸡的时候 英文有些的确是用Powl Chicken的 当然,珍珠鸡是怎样油耐呢? 我们稍后看看师傅教大家怎样做 师傅的声音就较幼了一点 但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师傅 做食物非常棒 我们还没看过师傅做之前 Powl Chicken就是我们所说的珍珠鸡 我们广东人就一定知道珍珠鸡是什么 珍珠鸡即是糯米鸡 有什么分别? 珍珠鸡和糯米鸡的分别就是 珍珠是小一点,糯米鸡是大小一点 这就是珍珠鸡和糯米鸡的分别 大家知不知道种和糯米鸡有什么分别呢? 留给大家上去Google自己搜索了 我们广东话就叫做珍珠鸡 珍珠鸡 在英文有些人叫做Powl Chicken 你看到有些人在酒楼里叫珍珠鸡 他们一样是用Powl Chicken这个字译的 很多酒楼都是这样译的 让西人知道 其实是由珍珠和一只鸡加上就等于珍珠鸡 当然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是怎样呢? 我们看看师傅教我们就会知道的了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材料 包括有红葱头 红葱头是这个图 有些广东人就叫它做葱仔头 我就叫它做葱仔头 也就是Cellot 另外就是蒜头Galaxy 少许的蒜头和红葱头 我们准备了这些材料 稍后我们再加上其他东西 整只珍珠鸡 整个过程由师傅教会的链去做 我们要准备这些葱头 这些就是葱仔葱 蒜葱 接葱 炸葱 脆葱 我们准备好葱仔头和蒜头 就是切好了片之后 另外一个步骤 我们就要浸糯米 糯米要浸很久 大概浸6至7个小时 所以预先一天 大家就可能要先浸糯米 糯米和煎米有什么分别? 糯米的挪性比较黏 煎米一般是我们吃饭的 煮的饭就是煎米 大家应该不会分得错 因为糯米和煎米的样子 看起来 你会看到糯米是比较 没有煎米那么透切 因为煎米的根性比较低 所以它也比较透切 糯米的根性比较重 它就比较足一些 就是看起来的样子比较足一些 我们来看看师傅教我们 如何浸浸糯米 我们用糯米浸超过6-10个小时 然后平干水 隔水蒸 用蒸笼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大锅 滚水的时候放入 然后隔水蒸 我们可以这样隔开水 蒸至1小时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大锅 滚水的时候放入 然后隔水蒸 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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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水蒸至1小时 就是当我们蒸完糯米之后 糯米熟了之后 趁糯米很热的时候 我们就倒入这个汁 这个汁包括有什么 包括大概有220克的水 当然你是拿食水 千万不要拿咸水 大家都知道 没有理由拿咸水 然后有盐 少量的盐 少量的糖 然后又有味精 或者广东人叫做师傅 味精的英文都是上网上查过的 就叫做monosodium guatamate 简称就叫做msg ms和g 这是它的简称 接着有胡椒 少量的胡椒 不一定是黑椒的胡椒 包括加少少的生抽 soyshort sesame oil 麻油 和生油 cooking oil 生油你可以是给粟米油 花生油 切花籽油 什么油都无所谓 就只需要生油 那我们看看师傅 怎样教我们做这个汁 好了 现在我们在蒸饼 看我们的时间 我们就要开定一杯水 水分 要用2斤糯米 还是225克的水 差不多1斤糯米 然后加盐 糖 油 油 粉 生抽 和麻油 再加一些生油 这样子 家里有什么油都可以加 用手 用手 再搅拌家人的味道 去加减 ok 那我现在 稍后就会再给你们 分量 exactly分量 ok 我们现在呢 暂时拌了先 等下就趁糯米 蒸饼 趁热的时候 就拌它进去 煎到饼 那它就会吸收那些饼 那些饼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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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只有用蒸饼 那边的大火蒸饼 如果那边呢 那边呢 那边呢 饭吃 差不多就是 那边的饼 那里 那边一边 就一边 那边呢 那里呢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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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一些 的荷叶 来到包 糯米鸡了 那是不是新鲜的荷叶 那当然你不用去 那那个荷堂那里 拆些新鲜的荷叶的 那荷叶呢 那荷叶呢 那当然是干的荷叶 那大家就在街市那里 或者市场 通常都會買到乾的荷葉 通常一包有幾塊的荷葉 如果是大塊的話 我們剪開一半或四分之一 都可以夠包一隻糯米雞 大家準備足夠的荷葉 我們就開始看看 師傅教我們怎樣去浸荷葉 和怎樣去包糯米雞 我們需要浸荷葉 將它浸到滿了 和洗乾淨的荷葉 我們就可以切開荷葉 如果是大塊的話 我們可以切開四 但如果是小塊的話 我們還有一半 就剪掉荷葉的荷葉 旁邊有荷葉 我們就在荷葉的時候 可以剪菜 因為荷葉太大塊了 所以我用我孫子洗澡的盆 來浸泡它 這樣就好 接下來糯米熟了 我們趁糯米好熱的時候 我們就把醬汁 倒進糯米裡 我們看看師傅怎樣做 趁我們把醬汁 倒進糯米裡 蔬菜 帶來浸泡 把醬汁倒進去 後面煮到醬汁 我們可以把醬汁倒進去 沒有 才會有醬汁 因為我們要吃醬汁 然後我們要吃醬汁 然後我們要吃醬汁 吃醬汁 我們要吃醬汁 吃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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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趁麵拌,攤好後可以攤好後再包餡料 接下來我們準備珍珠雞的餡料 我們的餡料用了冬菇,雞肉 可以整隻雞 如果大食的話很喜歡吃雞 可以整隻雞肉 可以準備一些豬肉 剛才我們一早預備的蒜頭和紅蔥頭切片 我們就可以開始炒這個餡料 熟的餡料放進一些熟的糯米裏 才去做一個珍珠雞 我們現在準備一些餡料 餡料有冬菇 然後加入雞肉 然後加入雞肉 然後這隻就是豬肉 我現在一早就已經和牛肉 煮好了 雞肉切粒 豬肉 這裡用攪益 其實我們可以切粒粒 冬菇 一會兒切片 切粒 我們待會切好後 把餡料先煮熟 稍後再煮熟 把餡料爆香 把餡料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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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米粒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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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鱿鱿鱿鱿鱿鱛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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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鸡蛋 放入鱿鱿鱿鱿鱿鱿鱛 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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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骨頭和雞肉 先進水中煮一層 水中煮一層 煮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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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米花 黄米烘 其實雞肉和豬肉 我昨晚的這些是醃了少許的味道 所以我這裏就不需要太乾淨了 然後再加一點 如果你想開麵走陋 就要加點老抽、加點藍色和芯色 我們自己的店就隨便 不需要加點食水 我們要開少許的沙底水 如果要加一點 如果要加太多汁 就要加進去的濾濾 濾濾 你見到有少許水 我們處理一下 是 有些水在浸著肉和豬肉 豬肉 有些女朋友煮一下 煮一下魚 容易偏偏 多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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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